这个是不是破天荒的? 我说是 黄丝常说的 香港是属于世界的 所以世界、国际、社会 可以干预香港的事 这个是完全不正确的 亦是一个歪理 而今次的修订就是 堵塞这些流动 由回归以来24年 我们就已经去到第25年 即是50年不变的中间 中间的中间 有什么公职要做? 我停几秒给大家想一下 有什么? 没有什么? 这些不会是什么人才 这些人 假如不肯效忠国家 效忠特区 效忠特区 那就够了 2021年公职 参选及任职 习行修订条例草案 最主要就是规范 立法会议员、区议员 他们要宣誓效忠 以及列出一些 负面的清单 哪些是他们不可以做 也有正面的清单 也在记者会上 曾国伟局长也说了 之前有四位去年参选立法会的人士 被裁定为 他们没有真诚拥护基本法 效忠特区 所以相信 在立法会 即这条集合修订条例 通过之后 他们都会被取消之间 有人问 这个是否破天荒 我说是 黄丝经常说 香港是属于世界 所以世界可以 国际可以 社会可以 干预香港的事 这是完全不正确的 也是一个歪理来的 而今次的修订 就是堵塞这些流动 有人问我 那是不是有个正义性 和必要性 我觉得是需要的 因为我们看回 宪法和基本法 以往的处理 是真的 没有考虑到 那些人 会这样去利用 在一个制度上 赋予他们的权力 来协逼中央政府 来去散播港独 来去干扰特区政府的运作 大家随便上网看下 过去一年 现在是二月而已 去年二月的时候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前年二月 到去年的 国安法生效之前 又发生什么事 扔臭蛋 包围主席台 不断拉布 然后在国安法生效之后 又搞过这个 所谓的初选 然后说明要35加 甚至在初选成功之后 有很多人 说很多人参加之后 就扬炎 包围主35加 可能是45加 即是那种气炎 那种是要奪取的权力 而奪取权力之后 是要非中国化 排拒我们国家 对香港的角色主导权 这个是绝对不应该 有归政治论理的 有人又问 这样会不会 令到政治人才流失 大家不敢参加 要搞清楚 任何参加一个政治 迷你全世界 任何国家 当然参加一个政治活动的时候 你有些基本的准则 对政治问题 政治路向的取向 在一个现今的多元 全球化社会 总会有不同意见 但是对一些根本的认同 是会在的 而今次这个集行的修订 正正要求 这些参选公职的人士 是要维持根本认同 不应该侮辱国旗 不应该冒犯 或者蔑视中央对香港 应有的主权自权 所谓政治人才 所以这些人 根本就不是什么政治人才 由回归2024年 我们就已经去到 第25年 即50年不变的中站 中间的中 揽炒派有什么公职做过 我停几秒给大家想想 有什么 其实没有什么 揽炒是真的 大家记得的 就是看这个2010年前 正改方案由于五步曲 正改五步曲是需要三分之二 就是由香港啟用的话 由中央啟用 也不用 那么他们肯投票 但是最终到2014年的时候 他们就反胎 提出一个 不合基本法的公民提名 而基本法在1995年 颁布了几十年 从来没有人写过这件事 所以他们突然加入 然后就发放气 然后就玩懒炒 就说你不理我 这个所谓国际标准 我就要整整你了 这种是政治巨婴的行为 这些不会是什么人才 所以我觉得 我们今次这个 集合修正条例之后 规训这班人 这班人 解决不肯效忠国家 效忠特区 效忠基本法 那就out 你喜欢在一个经济社会 或者社会生活的层面 发挥你的所长 喜欢去唱歌你的问题 但你不要来丁手 不要来厌止公职 这个是不合乎伦理 也都不公道的 快来订阅通事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